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现在你说不出话 我能感觉到你是真心的了 迪娜的一生堪称传奇 从艳星到商人 从破产到腰缠万贯 吸引后又涉足航空事业 研发全球定位系统 七八十年代的迪娜 完全不逊色现在流量小花 上头条新闻是家常便饭 迪娜1945年出生在广州 本名梁国新 迪娜这个艺名是根据她扬名Tina因逸而得 她的父亲梁西红为人性格豪爽 在二十多岁就身兼律师 大学教授及税务局副局长等多个职位 能力强 学问大 还精通琴棋书画 她还精通风水看相 曾说自己的女儿 以后会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 后来迪娜的发展果然如她所预料的 在父亲的影响下 迪娜从小就显露出才女本色 思想敏捷 学习能力强 小学时考试一直都是拿第一名 在中多学科中 她尤其喜欢历史 汉学 武术 进入中学后 迪娜又享受跳级待遇 直接跳过初一 升到了初二 虽然迪娜是全班年纪最小的 但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 如果迪娜一直读下去 世界上就只是多了一个学霸 不会有那个风华绝代的奇女子 在自考试中 老师无意间多扣了迪娜的分 让迪娜仅以0.3分之差 在考试中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倔强的迪娜感觉十分不公平 大病一场之后 干脆就逃离了这间学校 回到香港与母亲生活 一直到中学毕业 1962年 17岁的迪娜在派对上 结识了泰国总理沙利的弟弟汤顿 她一生的传奇大幕自此拉开 17岁妙龄少女的魅力无人能等 果然汤顿对迪娜一见钟情 随即展开热烈追求 汤顿认为每个女孩子都有明星梦 喜欢拍电影 于是很有诚意地邀请迪娜去泰国 想为她拍电影 迪娜母亲自然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 去异国他乡拍电影 但谁又能阻止迪娜呢 她独自前往移民局 更改了身份证年龄 这个未成年少女当真置身去了泰国 迪娜初次抵达曼谷时 汤顿特地在机场安排了大批群众 欢迎这位还未演出过的电影的大明星 闹出好大阵仗 汤顿也真是痴情 他专门投资拍谍战影片 《骑虎歼霸》为迪娜量身定做了一个 性感女间谍的角色 为了捧红迪娜 在拍摄《骑虎歼霸》时 汤顿特意邀请当时泰国的七名顶尖男演员 给初出茅庐的迪娜配戏 影片的拍摄甚至动用了泰国空军和陆军 当时的迪娜在泰国 可谓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拍深得汤顿和他的总理哥哥 沙利二人的信任 除了拍戏外 迪娜还对经商和政治感兴趣 为此 汤顿专程送迪娜去英国学习了 银行理财等业务课程 学成归来后 迪娜做起了财务专员 开始帮汤顿兄弟管钱 还差点接手了泰国驻香港的盘国银行 同时在汤顿的资助下 迪娜开设了一间啤酒厂 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为日后的从商之路 打下了不少基础 六十年代初 泰国总理沙利 曾以独裁手段 聚敛了巨额财富 因为某些原因突然暴毙 他的弟弟汤顿随之逝世 他名下的大量财产 都交给迪娜代为管理 这笔巨额财富的下落 也成了迪娜一直隐瞒的最大秘密 汤顿兄弟特别爱戴着迪娜 哪怕是和其他国家元首 及领袖见面 也要戴上迪娜 由此迪娜也认识了不少政界要人 在电影方面 迪娜不是科班出身 既没有上过训练班 也没看过这方面的书 她能在泰国连拍两部电影 完全是天赋高 1965年 迪娜返回香港发展 加入了当时的国泰电影公司 成了当时最走红的女星之一 风头一时无两 为了挽救示威的粤语片 她主演了七行七纵七色狼 和横冲直撞七色狼等经典粤语片 以性感造型亮相 两部电影都是既叫好又叫做 1968年 迪娜被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看中 可惜因为母亲突发疾病 未能成行 否则她便是首位 进军好莱坞的香港女星了 真正让迪娜天下闻名的 是她26岁时 接拍的少氏风月片《大军阀》 根据著名电影人蔡兰回忆 当时迪娜到场得知戏的内容时 她原本不想拍 但最终被蔡兰劝动 出演了那段创意园子 夕阳采成名画的画面 而迪娜在她的自传 《电影我的荒谬》中说 她之所以答应演大军阀 实际上是被导演所诱骗 最初答应演出 是为了一个意思 关于那场戏 导演说会挂青纱 镜头很远 只拍到腰枝 制片人蔡兰也劝迪娜 迪娜只好答应 可没想到 导演竟然在远处 放镜头偷拍 迪娜不为钱财 只为情意才接戏 哪料到最后只换得 一气薄二戏 但是无论如何 这部戏声名大噪 创下当时的票房佳计 作为女主角的迪娜 全力演出 引起了巨大轰动 吸引了许多观众捧场 但也震撼了当时 风气相对保守的社会 迪娜大胆前卫的作风 不仅为这部影片赢得了票房 养人自己贴上了艳星的标签 以至于她以前读过的一些学校 都不愿意承认有这么一个学生 自此片开始 迪娜成了亚洲最性感女星 迪娜的出名 和她那些大名鼎鼎的追求者们分不开 她自己在自传里 也毫不掩饰自己 对这些人近乎致命的吸引力 但迪娜几乎从不谈爱情 从没有对谁爱得死心塌地 至于婚姻 迪娜这一生 也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1967年 她刚从大陆到香港的 前游泳教练马亦章结婚 结婚时 她已经怀有身孕 没人知道这段感情 是否关乎爱情 因为比起她那些 生名显赫的追求者 马亦章几乎不值一提 有人说迪娜只是为了 证明自己的正义感 证明自己不限财富名气 但像迪娜这样聪明的女人 很难想象 她会为了证明自己 不攀龙富凤 而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结婚 还为这个人生下孩子 不过他们的婚姻 并没有太长久 只维持了五年 对马亦章来说 迪娜是自己生命中的惊鸿 她本该是天上的仙女 哪里是她这样的普通人 能够收服的 因此她战战兢兢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婚姻中怀疑 自卑和嫉妒不断堆积 终于在离婚时爆发 当时她甚至发声明说 孩子不是自己的 但迪娜连辩驳都懒得辩驳 只浅浅一笑 带着女儿远走 值得一提的是 迪娜的女儿马天儒 后来做了变性手术 美女变成了硬汉 迪娜的追求者之多 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范围一遍布全球 泰国总理的弟弟汤顿 还有和迪娜一起拍戏的 两位泰国影帝 三人经常为迪娜招风吃醋 墨尔本的一个赛车手 为了见迪娜 连冠军杯的奖杯都不领 就连夜开车去悉尼见迪娜 还陪她一起回香港 为她递上一封情书 加拿大的一个富商 听迪娜的孩子 说想去旅行 第二天立刻送了一大塔 环球机票 全部是头等舱 同时她又送迪娜一颗 乌卡离行警坠子白钻 但是全都被迪娜退回 此后她一直给迪娜写信 表示愿意照顾她和孩子 但迪娜一直没有回应 而国内的追求者们 也不遑多让 比如画家范增 爱用书信 借诗词歌赋 来向迪娜示爱意 同时又花尽心思 替迪娜画画 及设计卡片上的书法 更有名的 六七十年代 就已经郁满香港文坛的三苏 写信给迪娜 信中肉麻内容 2005年 迪娜主持百年中国 三苏在联络她 说 我仍然为你疯狂 二十多年来 我的感觉未变 还有为迪娜自杀的 电视人李志忠 有傅之夫刘佳杰 名画家 大法官 飞机师 骑师 制片商 电检署署长等等 迪娜自己曾直言不讳 这些年来 曾对我表示爱意的男人 肯定过千个 从影视年间 迪娜演出了 54部国乐电影 可说是前途一片大好 但在大军阀成功后 迪娜却对共产思想 开始着迷 公开表态支持内地 并希望能回到内地 当罗斯丁 这个举动让当时 台湾主管电影的部门 迅速做出反应 将她赶出自由总会 索演电影 再也不能到台湾供应 连做生意都不允许 面对着港产片 最主要市场的封杀 迪娜依然选择了 坚持理想 放弃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当时的迪娜 已经是万众瞩目 大家都期待 已经离异的迪娜 会继续在荧幕上 大胆裸露 她却逐渐减少了 拍片产量 1972年 迪娜加入香港 无线电视 主持介绍 首轮电影的电视节目 蒙太奇 节目收视和反应都甚佳 让其成为 无线电视的当家台主 这一经历 以至于令迪娜 三十多年再度出山 主持电视历史节目 百年中国 大国崛起 即担任香港小姐竞选 评判和主持时 依然能够吸引到 众多观众的眼球 1975年 迪娜正式吸引 她一生共拍54部 和李小龙并称为 香港两大传奇 一柔一刚 创造了华语明星 在亚洲的巨大声誉 迪娜在事业巅峰期 吸引从商 却并不顺利 1974年 迪娜收购了几家亏本公司 欠下了两亿港币巨债 然后主动申请了破产 成为香港历史上 所谓申请破产的人 事后 迪娜自己爆料称 这举动是为了与资产阶级 及资本主义社会决裂 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 四年后 迪娜还清债务 成功撤销破产令 至今还是香港历史上 因成功还清债务 而撤销破产令的唯一一人 性感女性转战山海 摇身一变成了最美军火商 七十年代迪娜到内地发展航天事业 为内地机场建立导航系统 七十年代末 她被促进中美建交而奔波 九十年代 她开始参与人造卫星业务 二十一世纪后 她又参与欧盟发展 加利略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以抗衡美国技术霸权 她似乎真的要么不做 要么做到最好的典型 拍电影 她是最性感的艳星 入山海 她是最出色的女强人 而功成名就 喜庆千华之后 她当主持人做起了电视节目 无论是百年中国 还是大国崛起 她都侃侃而谈 睿智风趣 谈吐不俗 人们惊讶地发现 纵使容颜见老 她的魅力竟然有增无减 但世人皆知 往事从不如烟 尽管她后来做了这么多 但提起迪娜 人们第一个想起的 仍然是她在电影里 美得让人窒息的形象 迪娜在自传里说 我做了几十年非常正经 非常严肃的工作 但你翻开报纸 凡你讲到我 不管是杂志还是报纸 一定会登我以前 大军法里的照片 这一样你永远都甩不掉 好在像迪娜这样的女子 是从不延悔的 历经沧桑的数十年后 她回头 只是给了那段岁月 极清极淡的两个字 作为评价 荒谬 自2000年开始 迪娜先后多次患癌 最终于2010年3月31日 与癌症抗争十年后 终于身体衰竭去世 有人这样评价迪娜 够义气 有见识 口才一流 是一代其女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